現在呢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在這邊 翻過來 你裝完了之後是不是長得像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食物頭眼鏡不錯用 第一個 先勾選 他會問你 你要用哪一個鍵盤 那反正我們等一下要 要跟大家講就是你要自己會切換鍵盤 那我就選遜飛 好這是第一個 他下面這裡有出現有沒有 他說會收集 其實每個鍵盤都不會收集 因為你要打 好所以就確定 第二個 這個也是說要解鎖 因為好像Sony的都有 都會有這個訊息 但是沒有關係 你看一下 確定 有沒有變更鍵盤 這樣看好嗎 有 還是我再靠近你給 可以看得到 可以 那我們就選擇這個 現在是他原本預設的 然後他說 是不是要存取權限 按開啟 你慢慢一步一步跟著做 你慢慢一步一步跟著做嗎 如果你是那個安卓系統 你可以跟著一步一步做 這樣比較不會忘記 雖然我有錄影 沒關係 如果等一下不知道 我再過去幫你看一下 好開啟 有沒有 他要存取這個 也是允許一下 OK 對上面有個跳過對不對 廣告就跳過來 好這樣就正式進到裡面來了 好就正式進到裡面 那他的那個鍵盤有幾種顏色可以選 那我們就是這兩種 預設是白色的 預設白色的 好那 這個好了之後呢 你看他下面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叫做設置 有 今天這裡有一個設置 你把它按一下 好那我會設定的 有幾個地方 第一個 輸入法設置這裡 好輸入法設置這邊 好我就把它按一下 好首先因為他預設打出來是簡體式 所以你要來這邊 有沒有剪繁體的 好按一下 好往這邊往這邊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繁體輸出 要把它勾起來 這樣你打出來才是我們的繁體式 好這是第一個 好那這個就做好了 所以我就回到上一頁囉 這裡有一個可以回到上一頁 好現在是不是又回到這邊來 好鍵盤的部分應該是還好啦 我們來看這個語音的設置 好語音這邊 好按一下 你看他預設是說話結束等待 是不是只有兩秒鐘 也就是說如果你等兩秒鐘之後沒有講話 他就不辨識啦 所以通常這個啦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思考一下 我會把這個大概拉到三秒到四秒 這樣就是有時候你稍微停頓一下 他就不會那麼快就停止 好所以我這個地方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可以自己拉動 好就稍微拉到三秒鐘或四秒鐘 好確定 接著他預設就是所謂的智能添加標點 好就會自動幫你加這個沒有問題 那這裡是不是有個識別模式 有 預設是普通話嘛 你可以點一下 國語化 對 國語台灣 國語台灣 我告訴你 閩南語有看到了嗎 有 有 說台語會通勒 客家語 但是我告訴你 下手的語 就像我們唱台語歌一樣 同音益智 跟我一般常用的不見得會一模一樣 這台語也有 所以他的優點就是 他這一塊他就是做很多 好 那 國語台灣 好 OK 那 你現在這些所設計的 都是在什麼 都是在就是 那個 都是在所謂的 有連到網路上的情形 那他 有一個是什麼樣 是可以 離線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設一下離線 所以這個頁面我就設定好了 所以我們剛剛只設定 這個頁面就是設定 辨識模式 還有什麼 等待時間 對不對 好 現在我回到上一頁 好 你看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 離線的在另外一個 來 這裡還有一個手寫有沒有 我們剛剛我不是連續書寫嗎 就是在這個地方設定 你看我把它點一下 好 有沒有發現 預設叫多字疊寫 也就是 你打一個字 我在這裡打一個字 那他辨識完我可以繼續寫 疊在上面繼續寫 但是這樣其實比較慢 所以我通常會點一下 進來 有沒有 多字連寫 這樣看有 就是多個 你只要有空間 就繼續寫 繼續寫 這樣就可以 這個要多字連寫 好 所以 這樣差不多了 這裡好了 然後我看一下 這裡 再離開 所以我剛剛的輸入法設置 有沒有 就設定好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離線語音 就是這個 如果你覺得 我有需要 我不是隨時都在上網 那你可以把這個 檔案下載下來 它大概是三十幾MB 也就是說 當你沒有連上網路的時候 也可以辨識 不過不可否認 因為畢竟沒有連上網路 就沒有大數據 所以說它的辨識率 它只做第一次的辨識 我們一般的口語化的還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更多的 可能它就沒那麼 就是準確度就會稍微比較低一點 好 就比較低 所以你看有沒有三十幾MB 那它就是會先下載下來 這樣子 這樣OK嗎 好 所以你大致上 設定到這邊 其實就差不多了 等一下 我們就可以進到裡面 就可以進到裡面 這樣OK嗎 好 所以 你現在看這裡 你有沒有 不用這個便條 因為這個比較沒有私人的資料 你看我進來 果然你從來沒有用過這個功能 你不要用過便條 就是那個筆記的功能 我先允許一下 再來 我加 這個就沒什麼關係 我就先 好 進來了 你看 是不是有一個文字可以輸入的地方 那你看下面這裡 這個就是訊飛語音的那個鍵盤 好鍵盤 那你在這邊有看到一個麥克風嗎 鍵盤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 沒關係 你按這裡 這個按一下 我大部分都會切換到這個半屏手寫 因為你看我把它按下去 現在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拉高一點點 這樣看比較清楚 你看我們剛剛有 哦 理線語音現在剛弄完 好來看一下 中文字有沒有發現上去了 三個字 這樣是連續書寫 好 那如果你要那個按下去 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他會跟你講說要有權限 因為要錄音啦 好所以你要按一下 允許他錄音 按一下 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樣子就可以了 現在真的就可以試看看有沒有成功了 如果OK的話 現在斷字我真的斷得很明顯 哈哈哈哈真的會進去 你知道嗎 這樣有沒有好一點 好那旁邊這裡是有這個 笑臉 但是這跟LINE一樣 第一次他會要下載 好第一次 所以如果你要這些東西 你就按添加 他就會開始把這些 所謂的表情符號下載下來 好那你就可以用 好這個檔案都不大 因為都是小小的而已 好這樣就有了 所以你看你要哪一個圖 按一下 有沒有就上去了 上面這裡就上來了 好你要哪一個圖 這樣就上去了 啊所以如果你用完了 他右下角這裡有沒有一個回去的 對 好所以你就按回去 有沒有就回來了 按一下圓文 好那鍵盤一樣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夠 旁邊這裡 中英文的切換在下面這邊 有沒有個中文跟英文 按一下 你就可以打英文 如果你是符號 然後呢 數字都在這邊 記得他都有一個回去的那個按鈕 按一下 這樣就可以用 那要怎麼切換輸入吧 怎麼切換 他的在上面 他的應該在上面 你拉下來 我看一下他的 因為每一台的那個切換的方式都不一樣 因為每一台的那個切換的方式都不一樣 他的好像不在這邊 他們家的切換不知道在哪裡切換 好嗎